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小球时代到来后 五小阵容几乎成为了联盟美之球队的必备阵容之一 对于五小阵容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勇士 是他们最先将死亡五小用在了总决赛的舞台上 反败为胜最终夺冠 从此之后,整个联盟都掀起了一波变小的浪潮 但打到近两赛季,死亡五小却逐渐失灵 不仅无法让对手死亡 反倒在更多时刻让自己人先死亡 尤其是本赛季,包括勇士、胡人、快艇、太阳在内的一众拥有抽据的球队 都曾因为摆上五小阵容被对手猛打,从而葬送好局 联盟反倒开始重拾越高越好的风气 无论是上赛季的冠军金快 还是本赛季的西区投名兼联盟头号防守大队灰狼 都以大阵容高个子而著称 那么,死亡五小的战术为什么会从全联盟都头疼的难题 变成了最糟糕的摆阵呢? 如今,死亡五小的战术真的要被NBA淘汰了吗? 今天,让我们聊聊不再受欢迎的死亡五小 也许在之前的NBA历史中 某些球队曾在某些时刻短暂摆过五小阵容来搏命 但死亡五小真正被系统钻研和应用 还是始于科尔的勇士 作为死亡五小的终极践行者 聊到五小就必须聊勇士 故事还得从14-15赛季说起 勇士主力内线David Lee长时间的商缺 让教练团队把三年级的Dreyman Green摆进了首发 几场比赛过后 科尔就发现了Green在防守端的潜质 他不仅能在第一位防守重型中锋进行肉搏对抗 还能凭借出色的篮板嗅觉和卡位能力 尽可能地抓下篮板 于是他的心里面有了一套灵活迅捷的阵容框架 那便是死亡五小 其实当赛季的例行赛阶段 在利益伤缺的情况下 科尔就会在某些时段 弃用另一名内线Borgut 摆出浪花兄弟加一国Della加Green加Barns的五小阵容 让他们培养默契 事实证明 这套阵容完全经得起考验 他们在例行赛每百回合能竞胜对手21.9分 只是因为配合时间太少 所以并不被球迷们广泛了解 毕竟这套阵容的配合时间只有101分钟58秒 是配合时间仅排勇士队内第五场的五人组 到那一年的总决赛 死亡五小终于首次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总决赛前三场 骑士用缓慢的阵地战拖着比赛节奏 这让勇士深陷泥潭快不起来 Borgut在场时 球队始终拉不开空间 禁区内堆积的球员太多 这也让勇士的半场进攻变得极为制色 进而影响转移球 勇士也一比二落后 鉴于第四场 仍要在克里夫兰一决高下 这对勇士来说算是十足的困境了 生死时刻 勇士教练组最终决定 将一国Dalen拿上首发 Tisha Bogut 死亡五小正式出动 其实五小阵容一开始显得非常声色 第四场勇士一开始 甚至被打了个7比0 但科尔不为所动 他叫暂停交代了一下防守方面的问题 但并没有换下五小 从此开始 死亡五小开始了他们的神奇传说 摆出五小的勇士终于找到了 拉开空间的办法 逐渐抹平了分叉 并在这场比赛19分大胜骑士 随后的第五六场 勇士一鼓作气连战连结夺冠 这一轮系列赛后 死亡五小也成为了勇士的王牌杀招 并帮助球队在随后的15-16赛季 打出破历史记录的73胜 至于随后的17-18两年 勇士拥有着多强的统治力 其实也不用过多介绍 简单举个例子 16-17赛季 五小在例行赛和季后赛的每百回合赢分 分别是23.4分和27.0分 可以看到 到了强度更大的季后赛 他们的竞效率不降反增 事实上 哪怕到了2019年 若非KD和Clay相继大商 KD走人 勇士王朝都绝对不会那么过早羡慕 那么 勇士的死亡五小强在何处呢 首先 我们先确定 五小包含哪些人 16年夏天之前 勇士的五小是浪花兄弟 Green, Iguadala和Barnes 16年KD到来后 三号位进行了重大升级 Barnes被换成了KD 勇士也彻底进化为宇宙勇 我们拿最强形态 也就是16年之后 包含KD的五小来说 除了Iguadala之外 另外四人在当时都处于绝对的巅峰期 Green是当打之年DPOY Clay是联盟第一三弟 甚至能以强势的姿态竞争历史第一三弟 至于Curry和KD这二位联盟前三级别的超剧 也不用过多介绍了 唯一年龄偏大的Iguadala 在彼时作为球队的头号替补 在五小收比赛的短暂决胜时刻内 也能在攻防两端贡献优异而稳定的发挥 简而言之 这套五小在攻防两端都几乎没有破绽 先说进攻 没有人会怀疑浪花兄弟加KD这三人的投射能力 在巅峰期 他们三人或许是各自位置上历史投的最准的球员 Curry的全场无差别出手 Clay的得分爆炸力和KD决胜时刻的超剧单打相得一张 勇士拥有三个空间点不稀奇 但这三人是最极致的三个空间点 这就显得过于可怕了 当然五小阵容中的空间点远不止于这三位 Iguadala在勇士时期的季后赛三分命中率达到34.9% 请问谁能轻易放空他 哪怕是Green 在17-19这三年都能以30%的命中率 每场丢进1.0G三分 防守端更是可怕 Green是DPOI级别 Clay是最佳防守阵容级别 Iguadala巅峰期也是年度一防的存在 KD的防守则一直被公认为 是没获得过最佳防守阵容的球员里的顶尖水平 这就意味着 除了Curry之外 勇士的五小不存在防守弱环 事实上 相比于三分 防守其实更是勇士的力深之本 换言之勇士的这一套死亡五小 集齐了顶级的外线投射能力 不俗的防守能力 和关键时刻强横的单打能力 另外 由于勇士五小无私的球员特性 他们的分享球也非常积极 不到最后时刻 他们很少出现一打四看的局面 以上是基于球星等级的静态分析 可以看到 单单摆出这些名字 勇士就已经能在阵容深度上形成碾压 但真正动起来打之后 勇士五小打出的赛场效果 还是能令球迷震惊 五小阵容其实是一种超前的战术理念 五小的存在能在进攻端提升空间 让对手的斜防和夹击更容易付出代价 而在防守端 五小中除了Curry之外 每个人都能防至少三个位置 他们的存在能让勇士用出无限换防 从而拆解挡拆 这也在无形中推动了联盟的换防风气 毕竟 小阵容意味着机动性 这能帮助勇士在防守端 时刻能对上对方的进攻人 前面提到 勇士五小在攻防两端都几乎没有破绽 几乎没有 那就说明还是有的 我们首先看看勇士的五小有哪些破绽 一来 虽然Eguadala和Green的三分投射能力 在宇宙勇时期非常出色 但他们的效率还是没法和浪花兄弟相提并论的 球迷一直说 Eguadala和Green如果能命中三分 勇士是无解的 这言下之意也就是说 如果对手非要放空 放空这二人是一个可选择的选项 二来 死亡五小缺乏重型中锋 所以在低位会吃到苦头 一旦对手摆出重型内线低位硬凿 勇士的破解方法或许只有包夹 但这样有可能被对方的传球牵扯起防线 拆东墙补西墙 三来 勇士毕竟拥有Curry这个防守弱点 如果对手错位单打Curry 勇士也会很吃亏 宇宙勇时期 一直有球队针对上述三点做文章 试图击溃宇宙勇 但神奇的是 勇士却能将这些漏洞一一补上 我们来看勇士的应对方法 针对第一点 只要Green作为掩护人参与挡拆 离Guadella切至篮下等待灌篮机会 这二人不再在底角等球 被放空的情况就好了很多 第二点 对方的重型中锋 确实能在某几个回合低位打成 但反过来 这些巨兽也没法防住Curry的小打大 最终的结果就是 他们进攻端得的分 远远不如防守端丢的分 您也许会说但凡有个Shack 情况就不一样了 但很遗憾 联盟并没有Shack这种级别的内线存在 至于第三点 前面提到了 吴晓其余成员的换防能力非常出色 于是队友们会用延误和提前换防去保护Curry 如果对手换了换去 那么24秒的进攻时间可就不够了 公认的对抗勇士吴晓的最佳战果 是2018年西区决赛火箭打出的3比4 不否认那个系列赛火箭 甚至对勇士形成了略微的压制 但靠的绝对不是点名Curry 一个事实是 那个系列赛Curry在场时勇士的防守效率 甚至还要好过他不在场时 既然谈到了18火箭 就简单聊一聊 为什么这支球队能对勇士形成最强压制 核心便是 火箭用魔法对抗魔法 同样摆出死亡无小 你投我也投 你换我也换 把系列赛拆解成了无数个一对一巨星单打 然后凭借手中的三张牌 Harden,Paul和Gordon 去对抗勇士的三张牌 Curry,Clay和KD 从整个系列赛来看 火箭的战略成功了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勇士的第四张牌 Aguodella因为伤病 在系列赛只登场了三场 所以18火箭确实一度压制住了勇士 但说他们完全找到了 对勇士无小的解法 其实有待商榷 退一步说 就算18火箭找到了解法 那么他们的解法 毫无疑问也是无小 这里再说一说18年的火箭无小 Harden,Paul,Gordon,Ariza,Tucker 这套无小也非常强悍 否则不可能和宇宙勇达成五五开 他们的优点和勇士无小大同小异 这里只说缺陷 第一是轮换太短 不同于勇士除了无小 仍有Livinston,Looney,Nick Young等轮换 火箭的Anderson,Capella等人 在高端局的适应情况明显不如 虽然我们一直说 那轮系列赛打到最后堪比7人轮换 但毕竟不能全靠无小撑下48分钟 第二是球星硬解能力的不足 不同于KD的无差别硬解 Harden的持球三分在当赛季后半段下滑明显 Paul的中距离强打更多时刻只作为小打大的武器 而不属于KD那种类型的强解 Gordon打出了个人最精彩的系列赛之一 但真到第6场第7场的绝命时刻 他的能力还是匹配不上对面的浪花兄弟和KD 从火箭无小的缺陷 我们也可以将问题发散到 怎样的无小才是真正完美的无小 首先,5号位要既能顶中锋 又能拉开空间头三分 还能向下换防 其次,和5号位类似 双后位也得有向上换防的能力 第三,对封线球员的考验更大 他们需要同时具备向上和向下换防的能力 以及护框、卡篮板、顶中锋等一系列琐碎的任务 而且一个这样的前锋显然不够 在大量换防的情况下 需要配置两名这样的封线 然后5人全需要有足够强的外线牵制能力 最后还得有一个KD这样的关键时刻硬解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请问,如今的湖人、快艇、永生和太阳 你们拥有这样的配置吗? 如果没有 那凭什么相信只要摆出无小就能扭转战局呢? 本赛季摆出无小反倒自己死亡的案例实在太多了 比如12月21日 湖人队公牛 Ham在第三节目摆出Prince、Vincent、巴村、Reeves和Vandal的五小阵容 然后在这段时间内被公牛将分叉拉开到两位数 就此埋下大坑 比如1月9日 太阳队快艇 Vogo在第三节目摆出 Okogi、Gordon、Diope、Booker、Bill的五小阵容 但却并没有将比分破尽多少 反倒是被对方的Zubat连番肆虐内线 值得注意的是 勇士的死亡五小名为五小 但并不小 Clay、Green和Iguadala身高都接近两公尺 KD更是注册身高208公分 实际身高210公分起步的大个子 但拿太阳的五小举例 只有Booker和Diope在两公尺左右 其余三人更是190公分附近的小个子 所以他们真的不够高啊 太矮的阵容注定在内线防守上存在天然的漏洞 勇士的巅峰死亡五小 是三四个机动型封线加一两个后卫 这样的平均身高其实是合理的 但太阳的四后卫 甚至上赛季快艇 让威少打五后卫的五后卫配置 显得过于畸形了 所以现在的球队打不起五小的直接原因 就是他们缺少足尺寸的强风线 只知道把能投能防的后卫往上堆积 有的后卫甚至只能投不能防 也被无脑送到场上 同时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显然能看出根本原因 那就是包括勇士在内的所有球队 如今都缺少了巅峰浪花兄弟 巅峰KD 巅峰Green这种类型的球员 所以如今各支球队的五小 都只学到了宇宙勇死亡五小的行 而没学到神 要明确的是 五小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只要进攻段有足够好的空间 球员基本都有足够的换防能力 再加上出色的组织者带动起队友 自主进攻能力优秀的持球手一锤定音 那么这支球队在健康的情况下 注定能对总冠军发起冲击 比如上赛季的金块 有岳老师和Murray负责应解 岳老师再承担起组织的重任 KCP Brown AG MPJ等人 进攻能拉开空间 防守能换防 那这样的一套阵容 不需要百无小 就能以碾压的姿态夺冠了